贾乃量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快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内贾乃量及工作室发了三次声明 而李小璐BGONE仅在出事后 翻过一次声明后 就没有了动静 到现在为止 BUN的事业算是彻底的凉了 而且未来恐怕也不会再翻身了 各大平台甚至媒体都在无限度的封杀它 估计以后会转行从事别的行业 因为它的行为整个嘻哈圈都受到了影响 可谓是阔害一方啊 而李小璐的事业似乎并未受任何影响 被媒体拍到的时候 也未见到有任何的低落情绪 反观假乃量 那是彻底的被伤着了 春阳彩盘的时候不仅情绪不佳 送女儿去学校时 和女儿依依不舍的画面 也是特别的戳心 最近网上一次加奶量 同小区的一户人家 曝光处理小璐和加奶量两人已经分家 而且加奶量加一辆兰博基尼 两辆法拉利 还有一个奔驰全部开走 而BUN坐的那辆兵力车却没有开车 应该那台车是李小璐的 出轨事件后 有不少媒体曝光出两人 和好甚至一同现身的画面 其实那都是之前的照片 而且拍摄到加奶量 送甜心上学的画面 那么依依不舍地离开 那感觉像是特别心疼女儿 不知道是不是担心以后 甜心如何面对这一切 加奶量现在看甜心都是在龙下 这是不是证明他已经不想回那个家了 还在楼下租了个房子 看来邻居爆料的可能是真的 两人不仅分居了 更可能是要分家的节奏 不知道最后两人是否真的离婚 如果真的离婚了 甜心该怎么办 可如果不离婚这个坎 该如何迈过去 相信加奶量全行之后 会做出个决定 当然这些都需要时间 但不管任何决定 相信他肯定最先考虑的是孩子 及两边父母的感受 不少网友也希望加奶量不离婚 当然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 不过从过去的点点滴滴来看 加奶量还是很舍不得这个家的 毕竟他对李小璐付出的全部都是真心 不过一切就像一头一样 用着血量的减转 下去就像一样 你过来说 我差不多一样 我把您加码感受不了 对 这些的咖善 也就是 möchte 我坐在背景就像一样 你给看大概靠它 你会做什么 你用着火力的